在拆除等地的時候 沒有聲音出來 聲音很小 換一個麥克風 上一次鼓動停載拆除等地的時候 都發局就說會整地換土 當時居民看見廠商就地掩埋磚塊 水泥塊石頭 居民曾經打緊急的電話通知都發局 也打了1999通報 但是一直未見改善 後來驗收居然通過 通過的狀況是福德平萊園區 成為高高隆起的丘陵地 而且表面到處都看得見 磚塊、水泥塊、石頭 甚至於還有鋼筋外露 請問 都發局有沒有人 為此事負責而受到懲處呢 請說明 下一章 都發局這一次又說北區立地會整地換土 會不會又是狼來了 狼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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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1月24號 廣次博愛園區 低標施工說明會的時候 基地北側60米開放空間 設置了一個多功能廣場 兼雲機車救護空間 我們當場已經提出設置的立位置不當 無法發揮救災工能的意見 低標建築師在會議中也確定答案 把他移走 請問設計圖改變了嗎 下一章 謝謝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目前已經在施工中 已經在施工中 原先答應的 說是要這個 照 OK好 那下面綠地的部分 也是在施工中 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動了 可是那個泥土在現在的冬天 現在還下雨還好一點 所以假如北風吹一吹 東北風吹一吹 一整灰沙都會起來的 你放好幾個月在那裡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 假如要放得久你就要鋪啊 你就要改善啊 你就要把地要弄好 不要給沙子弄出來啊 要遮蓋起來啊 這不是你們工程的這種 這種標準吧 難道你們做五年就放在那裡嗎 還是說 在會議中答應啊 什麼都做得好好的 實際上做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想啊 各位工程人員啊 應該啊 徹底的 要執行 並不是空口說白話 謝謝 好 好 然後我們請第二位登記發言 也是 那個 大道理 夜村鳳明師 大道理 夜村鳳明師 大道理 夜村鳳明師 都市設計準則 第二十頁 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 台北市政府 你們自己設計的 那你們設計說 你們看這個紅點 這個紅點 箭頭指的這個紅點 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 他的都市設計準則 第二十頁 他們自己規定 廣直開發案 全區 要設這個 留設 四公尺 頂蓋市的通欄 來串連捷運出口 那對我們周邊居民來講 下雨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利用這條通欄 那不但是對 區內的人 對區外的居民 都非常好 這個是林周明局長 很有遠見 而且 他的理想 他在說明會 口口聲聲跟我們講說 這個會變成一個 示範區 可是事實上 這個東西不見了 這個東西不見了 那我上一次 因為有事沒有來 我請蔡貴前局長 代我發言 那這個是1月5號的時候 一標一標聯合環評說明會 的時候 我請蔡貴前里長提出來的 那會後呢 哦 我很感謝蔡貴前里長和陳立會議員 他們 有陸續的在關心這個問題 那我不曉得現在是怎麼樣 那希望對居民確實回答 這個是你們都市設計準則 第二十頁 你們自己規定的 可是你們現在設計圖裡面 沒有這個東西 要跟居民解釋 現在有嗎 下一頁 根據廣詞環評書 本案施工階段 應該設置空氣品質 談TBOC 即時監測設施 那相關的資訊 透過顯示看板 以及網站 呈現 看板應該有超標警示燈 或者是超標警示聲音 來公民眾了解環境的品質 現在大家都非常重視這PM2.5 目前已經開工了 那天不是才1月10號 是是低標一標聯合的開工典禮 市長也來了 今天是26號 已經過了16天 已經開工 卻沒有看到即時監測設施 請都發局 說話要算話 要確實執行 要遵照還民的要求 不是只有在開會上講 然後我們居民 都像傻瓜一樣 聽一聽就走了 不應該這樣的 大家要互相信任嘛 下一張 106年11月24號 廣時博愛園區 低標施工說明會的會議紀錄 現在低標的負責人也在這邊吧 我想要請問 11月24號 那今天是1月26號 是不是兩個月又兩天 我追討這個好幾次的這個會議紀錄 因為我要看會議紀錄裡面的內容 可是他遲遲不給 不給的原因 為什麼 有什麼原因不能給 既然是公開的會議 那會議也是主制稿 那為什麼不能給 答應過我 說上一次開會的時候 會送來給菜里長 也會送給我 然後當天又馬上打電話說不行 然後後來就再也沒消息了 為什麼 我只能問為什麼 我們不是自由公開民主的社會 為什麼會議紀錄不敢給 為什麼 下一張 最後一棟福德品仔 拆除的時候 請都發局事先要做好 防護的 為例 我真的是苦口婆心 這個東西我講過 但是每次在做意見回答的時候 都沒有人去理我 也沒有人回答我 所以我現在有把 剛才孫先生的意見表 以及我的意見表 已經送到前面主席台上了 等一下請你們回答意見的時候 不要籠統回答 而是一點一點的回答 能夠回答就回答 不能夠回答就告訴我們說 那你們什麼時候回答 對不對 這個意見說要做為例 那為什麼我苦口婆心要再講一遍 因為我們周圍的居民 實在是深受傷害 我們已經有被傷害的經驗 所以我們害怕 因為防護圍裡可以保護 平仔四周的老樹 都能夠毫髮無傷 上一次不要重蹈覆測 像上一次五棟平仔拆除的時候 死了好多棵的老樹 令人傷心難過 結果都發局 也沒有人為此事負責啊 沒有啊 防護圍裡可以避免 拆除的時候 塵土飛揚 拆除的時候一定要多灑水 防護圍裡是大道路九十六項老樹 以及最後一棟福德平仔四周的老樹 保命符 因為福德平仔中間那一塊 本來有一堆老樹 大概是十六棵 我印象中 現在一棵也不剩了 死光光 就是因為拆除的時候 把它弄壞了 下一張 最後一棟福德平仔拆除後 建築廢棄物 應該併種 重新換土 千萬不可以像上次一樣 原地掩埋 就像剛才孫先生所講的 到目前 這塊丘陵地 它不是平地 它是丘陵地 上面都是石頭 你說要讓民眾來使用 誰敢上去啊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上去散步啊 大家最多就走人行道 因為裡面都是石頭啊 甚至有鋼筋啊 誰敢進去 最後一棟福德平仔 何時拆除 請說明 你們一直說要拆除 然後要坐 有汽車 那個臨時停車場 然後說要移速過去 多少顆要移到這邊來 但是你沒有拆除 這些東西是矛盾的嘛 那到底什麼時候要拆除 請說明 下一張 林周明局長曾經在以前 多次的說明會中 公開承諾 會把60公尺開放空間 做成百分之百的公園 他的意思說 他不是公共開放空間喔 他要做成公園喔 叫我們放心喔 叫我們信任他喔 我們都相信了 請優先把福德平仔園區 整理成公園 廣時基地開始動工以後 居民才有運動休憩 休憩的地方 並且要以公園的命名 使其能永久存在 千萬不要說他的地幕是公共開放空間 將來就把他改掉了 因為他不是公園 所以我們希望用公園命名 雖然他的地幕不是公園 但是叫了公園以後 叫久了也會成真吧 是不是我們希望這樣 不要說 因為現在是國風開放 沒有聲音喔 下一張 沒有聲音 謝謝 好那第三位 登記發言是大道理財力長 謝謝